很多時候練習曲都會有語氣在裏面 譬如在Majaz第34首的這一句 大家不要告訴我聽不到好像有些語氣在裏面 詞曲 李宗盛 我想問一下那個語氣是怎樣來的呢 語氣是在一個音程中來的 譬如大家聽到 給我們什麼感覺呢 是一種未完和不舒服的感覺 是未有一個答案的 所以大家拉的時候就不要把它拉成 不是那麼肯定的 那個音程本身不是一個肯定的感覺 所以你拉的時候 你的右手都要做回一樣的事情 不可以肯定的 聽 我們一路再拉下去 看看這個問題 解答是怎樣完成的 像完成味 都很像味 為什麼我們覺得味呢 因為除了這個 和剛才那個 有點相似之外 我們看到它的曲調還在變 有一種 作曲家不知道想怎樣 有個心還在掙扎 大家不要笑 你必須要這樣去理解 你要用一些想像力 那你拉出來的東西才有意思 你如果不這樣去看旋律的話 你譜上面的只是音階 是一點意思都沒有的 一定要去給一些語氣下去 用一些想像力 每一句的結尾都要輕一點 每一句的結尾都要輕一點 例如剛剛這一句 我可以 不太大聲 我可以 但是 是不是應該要肯定一點 會合理一點 我們看到有一個佛三度 所以 你的頭是真的要 不可以很冷靜 是不是 你說話 必須要 你的身體 是跟你說話 是在做同一件事 是在表達同一個意思 你太過冷靜 動都不動 才是 不正常 可以很冷靜 我們都知道回家了 因為這首歌是由C大調開始 我們感覺到有C大調 回到C大調 知道 有幾不理中間是怎樣 現在可以 鬆一口氣 沒有見到一些臨時的轉音記號 這個是我覺得大家拉練習曲時可以用的方法 試試在樂句裏面找不找到這些語氣 當然每一首練習曲都有些技巧想我們練 譬如剛剛這首三十四首想我們練這個上弓連續的頓弓拉奏 但大家不要把注意力放在這裡 記住它是一首曲 如果你做到這個連續上弓的staccato 但拉得平鋪直序其實都不是一首好聽的曲 我肯定麥扎斯不是想我們這樣練 所以大家要留意每首練習曲想我們練的東西 但不要把一首曲拉得很普通很沒什麼特色 我示範一個版本 所謂完全正確的版本但不好聽的 大家聽到是完全一樣的 都頗平均的staccato 但不好聽的 我們拉出來的東西就是要好好聽 不好聽的東西我們就要想辦法拉好它 還有首先你要覺得真的不太好聽 如果你自己都不覺得的話 你不會再做第二步的了 希望一個很簡單的一條片 就是告訴大家 我會怎樣去看這首練習曲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